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咱们继续烫猫黄金跑步 那么这个游戏依然是金节猫的农场 已经是第64期了 光金节猫农场咱们就打64期 那为什么会打这么多期呢 因为这张图应该是最后一个需要升级的 如果是升满了 那么下一个就是头本 那游戏没有第三张 那么它就是最后一个关卡 所以说如果你想快速完成 那么只能克金 不克金就需要慢慢攒金币攒钻石 开箱子去跑步 那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去解锁 这个箱子金币的这么一个流程 因为这一张它要求的是非常变态 整体的这一张解锁 竟然是前边三张之和 我去这个量要的真是 我不知道是因为是最后一关 或者是游戏改了这个东西 如果是改了的话 咱们很庆幸咱们已经完成了 那没有改的话也算是正常 毕竟最后一张 它要求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比较多的 好迅速 下到楼梯里边 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多的 那在黄金跑酷的世界 咱们可以看到 整体的玩法跟这些 像英雄冲刺 以及地铁跑酷 它这种不是一个类型的 它更加突出的是卡通的画风 同时操作也是比较流畅的 我个人觉得汤姆猫 黄金跑酷 敢说第二 那没人敢说第一了 在卡通跑酷领域里边 那地铁跑酷的话 个人没有给那么高的评价 因为它的这个玩法属于是这种现实冲起来的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坑爹的 但鉴于是一款初代的比较老牌的这个跑酷游戏 那质量的话还算可以 就是在这个稀有服装购买上还是比较坑的 那它有猫跑酷的话 它也是采用了这么一个 类似于这个东西 但它的这个金币钻石 你都是去用于生地图了 并不会留给去购买人物啊 所以咱们就用这个地图人物来游玩就可以了 但地铁跑酷不一样啊 它没有说啊 我们来到了这张图 哎 免费给一个人物 它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啊 这比较的坑爹的 那对于浣熊对决来说 这个浣熊分两拨模式 第一拨是它驾驶这个 车咱们再陆地跟对决 第二拨呢 是在空中 这个车变成飞机了 那还有一个地点 是在焕熊动靴 咱们跟在这个 它藏钱的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大对决啊 最后也是把它打败了 把金砖拿回来了 但是它又跑了 因为这种跑酷类游戏 反派你是永远不可能抓到的 好 迅速的进行攻击 反派抓不到 就表示我们需要一个 哎 嗯 这算是拿它一个刷钱的过程吧 好像官方没有说出这个 可以打倒坏熊的这个地图啊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互玩 那整体的流程还算是可以的 因为这种游戏的话 如果你想破极路 就需要做好准备 那么增加积分 速度都是需要的 同时对于中途复活 那么也是必须复活的 因为你想破极路的话 那么一命破极路 那是比较难的 那也不一定 那我个人就 一命破极路过很多次啊 那么也有两命三命的时候 这个完全看手感 那么要破极路的话 我说一点 不要破极路打太高 那么打太高的话 下次你就很难再次体会到 破极路的感觉啊 那么真正破极路 那么也可以不看这个东西啊 想打多远就打多远 那也有可能导致以后就 破不了极路啊 因为这个出奇的手感 甚至只能出现一次啊 可能以后也没有 这个耐心去打这么远了 那把钱赚够 地图开完 那这游戏基本上就到头了 那么我们也会时不时来回顾一下 汤姆猫 以及其他小伙伴的这个身姿 那也可以在新游戏里面 跟大家见面啊 因为汤姆猫这个系列 现在也是比较火爆 不光有跑酷 开船 还有横满跑酷啊 以及英雄冲刺 还有一些消除了的游戏 那像水上乐园 这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消除游戏啊 现在依然是冬天 那么游戏也是保持着冬季版的 这个结构 那个人给游戏五星评价 这没什么说的 那这个游戏要说五星 那么就没有五星家了 他目前依然是在卡通跑酷领域的大哥 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卡顿现象 做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好的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不玩 我们下期再见